字幕翻譯 為什麼又遲到? 這個人常常等他的 不用生氣 performances, 我遲到 你為什麼又遲到? 你怎麼搞的? 我今天一早起床就腰酸骨痛 为什么这么突然会腰酸骨痛 昨晚都不听你说 我不知道 总之就是整身不舒服 来 钓砖 钓砖 走两步来看看 走两步 走这边 让我看看你的鞋底 这样 哎呀 蝕到这样 什么你不知道的吗 网上有传言说 看你的鞋底磨蝕的程度 就知道你身体哪个部位出了问题 不是吧 你看我鞋底也知道我的腰有问题 有没有搞错啊 你快点快去查一下你的腰吧 那有问题的腰椎 看一下 蝕到这样 你呀 咳咳 我觉得这不关事了 哎 真是 哼 真是迷 前面讲查了才讲 飞行实在本期的生活调查团 我是嘉嘉 刚才短片当中的两位主人翁 就因为鞋底的磨損问题 就吵到差点打起来的 有一个就说 看鞋底的磨損就可以知道身体的健康情况 那究竟是不是真的呢 其实看看我自己的鞋底 都发现有一边是磨得比较厉害的 但我又不觉得有什么颈痛 腰痛又或者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那究竟看鞋底的磨損 是不是就可以知道身体的健康状况呢 今期节目就带着大家一一去调查清楚 Go 日常生活当中 鞋跟我们有寻物不可分的关系 除了睡觉 我们几乎每时每刻都离不开一只鞋的陪伴 燕杰 你有没有注意过你的鞋底呢 这样的 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鞋底 你见过没有 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们的调查员随后通过网络 对鞋底磨損进行了手上 听说颈椎有问题的小朋友 都很喜欢磨鞋底的 有些人就不磨鞋底 都很均匀的 说明他行路姿势就正确 有人说喜欢磨鞋底的那些 主要因为腰不好 千奇米一点 查试的结果令到我们吃惊不宜 按照网友所说 鞋的磨損程度 可以反映出我们的划关 膝蓋以及腰椎的健康 这些跟我们密不可分的鞋 竟然隐藏着巨大的健康隐患 这个鞋真的不是 就是说我们的鞋子磨损得很厉害 或者不对称 它就是说就反映我们的脊柱 或者是髋关节 或者是膝关节 或者是怀足有问题了 就是说有一定的疾病 它才会有这种磨损的一些 就比较加速啊 或者是不对称的出现 鞋底的磨損程度 能够反映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说实话我就第一次听说了 不过不论这个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都可以拿自己平时穿的鞋 出来看看它的鞋底磨损的程度 又或者直接将自己现在穿的鞋 就抬起脚来看一看 鞋底的磨损程度 我现在也都想做一个实地考察 看看我们身边的街坊朋友 平时穿的鞋 它的鞋底会有什么样的 不同程度的磨损 马上出发 Go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鞋底呀 自己平常走路习惯是怎样的呢 就这样走吧 就有点偏外八字是不是 你相不相信观察鞋底 可以通过鞋底来 知道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你相信这个传说吗 相信吧 为什么呢 因为 能走路姿势跟一些人 也是有关系的吧 他身体发育情况或者怎么怎么的 可不可以让我们看看你的鞋底呀 是 靓仔 我们都发现你的鞋底磨损都是外側磨损 你平时的走路习惯是怎样的 这样的 经过我刚才观察 你好像走路都有点外八字 有啊 有啊 一般人都有 我鞋底 一 走走多的话 这边比较低 鞋底的磨损程度 可以看得出身体的健康状况 你相信这个说法是靠谱的吗 还好吧 应该 我信的 为什么呢 因为有する Pont usando人 鞋底就是走着走着 鞋底就一边高一边低 可能会心脏不好吧 从街头调查结果来看 平时行路姿势 起程外八字腿 鞋底都往左右两只外偏 而行路姿势 起程内八字腿 鞋底都是往内側 还有 鞋底是前脚脑磨损严重 虽然很多街坊朋友都注意到 自己的鞋底磨损问题 但对于导致这个问题的原因却并不清楚 是不是真的像网友所说的那样 鞋底磨损和话关节 膝盖和腰椎健康有直接关系呢 我们将会通过实验日日验证 我们现在就来到左国商科医院了 站在我身边的这三位 亦都是辅助我们今天做实验的三位志愿者 在实验之前 我们首先会带三位去拍一下X光 看看他们现在存在什么问题的 三位我们一起出发吧 走吧 无论是话关节 膝盖还是腰椎 我们都通通视为人体骨落的一部分 既然网传鞋底和他们有关 等待透过X光结果就可以知了 1号自然者朱松 65岁 退休 两个鞋底外侧磨损严重 2号自然者阿灵 26岁 媒体工作者 左侧鞋底后侧磨损严重 3号自然者阿灵 20岁 学生 双侧鞋底内侧轻名磨损 3位志愿者鞋底磨损的程度 位置都不同 那X光照射结果又是怎样呢 我们拭目以待 1号战者存在双侧鞋底外磨损严重的问题 那这个是不是预示着 1号志愿者的身体存在着健康的问题呢 我们对1号志愿者进行了X光的照射 刚才我们带了3位志愿者一起去照了一下X光 那现在呢在灯板上面的就是我们的朱叔叔他的X光片 那看一下我们朱叔叔的骨骼会存在什么问题了 医生从这个X光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这个我们看一下是刚才那个志愿者的一个腰椎跟西关节的X光片 从腰椎上看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正常的腰椎是一个磁线的 在正位片上 这个病人就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侧弯 然后在侧异片上 它有一些那个也可以看到有一些滑脱的现象 就是这个病人腰椎是有问题的 然后从我们从在从这个西关节的片上 可以看到西关节是有 我们正常的西关节的第一线是有15度以内的一个外方 这个病人的外方就要超过15度 就是有西关节的五关节病 还有西关节的外方提醒 主要是这两个问题 那从今次的拍片结果来看 我们可以知道一号志愿者朱叔叔 他是存在一定的骨骼问题的 那他就有一个旋转性的側弯了 从侧弁鞋底来看 二号战者和一号战者鞋底磨装的位置相同 但是二号战者只是局限在左脚 那是不是二号战者的腰椎也存在问题呢 这个是二号志愿者的一个腰椎的二十关片和骨盆的片子 然后你从那个正位片上 跟刚才那个志愿者就不一样 你看几注它是很直的 追踪跟都是很对称的 然后在侧异片上腰椎的胜利趋度还是可以的 就是说整个是比较正常的一个腰椎的二十关片 和骨盆的一个正位片 鞋底磨损位置上面稍有不同的三号战者 有会不会存在健康隐患呢 通过检测三号战者的腰椎曲视 没有发生倾斜或者偏弯 属于正常情况 但是失关只存在轻度的内翻 但是专家就说了 这种轻名内翻也是正常的 因为亚洲女性骨落都有这个特点 从刚才三位战者的拍片情况来看 就发现三号战者都存在不同情况的一个骨骼问题 同时也都发现他们的鞋底 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个磨损 究竟这个只不过是一个偶然的现象 是一个过例 还是从我们的鞋底的磨损程度 真的可以反映到我们的身体健康情况 我们继续来咨询一下我们的医生 就是我们正常的人 只要走路 他都会有血的磨损 就比如我自己 也会有血的磨损 那那个正常人的脚是一个外把子 我们一个外把子 它会出现一个外侧的磨损 那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这是一个小型的骨骼的模型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整个走路 它的磨损呢 就会涉及到几个关节 像我们说的竹 还有一个踝关节 我们说的膝关节 也可能涉及到 髋关节 还有整个脊柱 都有可能会涉及到 那我们正常人走路是什么走的呢 我们正常人 大家站在这里 这个竹基本上都是 基本上是一个外反 稍微轻度的一个外反 几个部位 这些疾病 都可以反映到你的血底磨损上来 我们现在不如等三位志愿者走几步 然后再等医生帮我们看一下 他们平时行路脚步的受力情况是怎样 首先我们看一号 那个阿苏 对吧 他的走路 大家可以看到 他整个后脚跟都是拖着地的 那正好就跟他的腰椎是结合起来的 他的腰有车弯 说明他的肌肉力量还是有下降 就所以整个鞋 鞋跟都是拖到地的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什么呢 很容易出现整个后跟的磨损 一个磨损 那我们再看二号志愿者 二号志愿者就是我们所谓的正常人 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脚都是有一个外把质 外把质 像他这种情况下 大部分都是没有一个后外的磨损 那三号志愿者呢 他的脚稍稍有一点点内把质的情况 专家还跟我们说 鞋底磨损一般可以反映出 我们的跨关节 膝盖 腰椎和颈椎的问题 其中 膝盖的外翻K型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X脚 主要表现在鞋底的内側磨损 而内翻K型 也就是所谓的O型脚脑 就表现在鞋底的外側磨损 如果表现不是 双脚鞋底都不到痴磨损 大多是因为伤色的受力情况 不均纹导致 最典型的精作就是 双脚长短不恩 那医生我想问 就是像你说的嘛 像我们正常的人啊 我们的鞋底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 那怎样才能知道说 自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各种不舒服 或者是病理性的原因 导致鞋底的磨损 就怎么去看这个鞋底磨损 才能去判断自己 是否是身体出了状况呢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还会遇到这样的 这样的 是不是只要鞋底磨损了 就代表身体出现状况呢 然后鞋底磨损 基础的磨损 就是说它整个反应都是在 我们继续为你解担 那医生我想问 就是像你说的嘛 像我们正常的人啊 我们的鞋底都会有一定程度的磨损 那怎样才能知道说 自己是因为身体出现了各种不舒服 或者是病理性的原因 导致鞋底的磨损 就怎么去看这个鞋底磨损 才能去判断自己 是否是身体出了状况呢 我们是这样的 就是比如我们刚才说的 就六个月内磨损小于20% 就是你的磨损很轻微 这种是正常的磨损 而且两个鞋底是对称的 是正常磨损 大家不用担心 当出现了两个鞋底磨损不对称 或者是三个月内磨损超过了20%到30% 那这个磨损是有问题的 那你具体就要分析 就是说你的磨损是后内侧 还是后外侧 还是整个后跟的磨损 它是不同的 就反应的基底是不同的 因为我们原来说过 就是说整个的鞋底的磨损的程度 它就是反应了一个竹的问题 第一个竹就是我们整个脚是有问题的 第二个踝关节有可能有问题 第三个膝关节内外翻也可能出现问题 然后髋关节脊柱也可能出现问题 就是说它整个反应都是 在我们鞋底整个反应都是不同的 就是说不同的疾病 反应鞋底的磨损是不同的 通常的情况之下 如果新买的鞋半年磨走了百分之二十以内 一般视为正常 但如果在三个月之内 就磨损了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三十的话 那就是行路姿势的问题 基本上可以判断身体出了问题 就要去到医院进行检查 所以说养成良口的行路习惯 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必不可小的 那不知道怎样的行路姿势 才为之正确的呢 就我们正常走路首先要一个挺胸 头要稍稍有点微氧 然后收腹 然后走路的时候腿要抬起 不要拖着后脚跟 有些人拖着后脚跟走 所以正常走路一般是挺胸收腹 然后头是微氧的这样走 脚要抬起来走这样 就大家一定记住不要那个 就脚跟不要这样拖 有些人走路就这样拖着走 那不行 就是脚要抬起来走这样 调查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鞋底磨损程度可以反映出身体健康是正确的 但一般的磨损是正常的 如果磨损得太严重就不需要过分担心 保持良好的行为责乯才是健康的保证 调查完鞋底的问题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有关运动的问题 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呢 为什么我会一边录节目 还要一边跑步 还要手上拿着条招 事关是这样的 之前我就看了一条这样的传闻 运动完之后 吃条招就可以缓解疲劳 为了搞清楚这个传言是真还是假的 我就打算亲自上阵来实验一下 谁不知在我未正式实验之前 我已经将自己搞得很累了 不如先休息一会 然后待会再正式开始调查 我去休息一下 大家一看就知道你平时很少运动了 跑几下就叫累 我们经常都说生命在于运动 但是较大强度的运动之后 身体会有明显的疲劳感觉 而今日网上有一种说法 运动之后吃香蕉可以缓解疲劳 对于这样的说法 网友们就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这个说法是真的 香蕉有助于补充 着着汗液流失的甲铜蜜流失 会造成肌肉收缩能力的下降 而导致疲劳 有网友表示认同 也有网友有不同的看法 昨天我从健身房出来 脚就快来瘫了 回家吃了两条椒 今天感觉还是很累 吃香蕉是不是真的可以 究竟在运动完之后 吃香蕉可不可以补充得到 在运动过程当中流失的甲铜蜜 以及又可不可以缓解到 运动过程当中被我们带来的疲劳 我自己刚才实验过 又好像没什么感觉 那会不会是因为我个人体质的原因 为了令到我们今次实验的严谨性再度增加 我们今次也请了两位志愿者 互助我们来做今次的实验 没错 就是我身边的升级两大金刚 在运动实验之前 我们分别对两位志愿者 进行着血液化验 结果显示 一号志愿者每升血当中的夹含量 是每升4.43毫模烟 纳含量是每升144.9毫模烟 二号志愿者每升血当中的夹含量 是每升3.96毫模烟 纳含量是每升142.9毫模烟 好了 稍后两位志愿者 就会以相同的云速 在这条跑道上跑一个小时 稍后就可以知道 到底我们这位志愿者 事前已经吃了一条香蕉 会不会被这位没有吃香蕉的志愿者 在跑的过程当中 更加的精力充沛 和更加轻松一些跑得 那两位志愿者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好 三 二 一 走 这么快 一眨眼的时间 40分钟就过去了 两位志愿者也在这样的烈日当空下 已经跑了40分钟 不知道他们现在的感觉是如何的呢 Hello Hello 来来来来问一下两位先 好 慢慢 继续继续跑 不要停下来 两位的感觉如何 很累 很累 那你呢 你吃了焦的 我觉得还可以跑多一阵 还还可以是吗 是 刚才我们这个实验的设置 就是跑40分钟的时候 你就要再吃多条焦 去补充一下体力 那现在就将这条焦交给你了 然后就继续跑正如的时间了 好吗 好 好 一边吃一边跑吧 好 拜拜 其实为什么我要陪着他们两个一起跑呢 外占实验设计 运动到40分钟的时候 要好志愿者再吃一条香蕉 一个钟头之后 两位志愿者结束测试 好 实验结束了 快点回来吧 恭喜两位志愿者 身水身汗了 非常之辛苦 给一些爱的鼓励 掌声给自己了好吗 好 多谢 多谢 那两位志愿者 刚才在我们操场上面 就已匀速了 跑了一个钟头 不知道 现在两位志愿者分别有什么感觉 你好像都不喘气 是不是不是很累呢 其实 都很累 很累吗 你刚才没有吃香蕉的 没有 是啊 那在跑的过程当中 你感觉如何 出了汗 很累 很累 但是我觉得你现在的样子还好 是不是 因为是男士的原因 反而见到我们的女士 是比较累 还有出的汗都比较多 怎么样 刚才是吃了两条香蕉的 刚开始有点累 但是吃了香蕉之后 感觉整个人的能量会回来 就会 有没有那么厉害 是啊 没有那么累 还可以坚持着继续跑一点点 OK 那刚才我们听完两位志愿者 他们自己口述的一个个人感觉 个人感受 那究竟这个香蕉 可不可以缓解到运动当中的疲劳呢 我们都是要将他们两位 交给专业人员 帮他们检查一下 现在血液当中的隔和辣的 好了 两位一起走 好吗 好 我们再为他们进行血液化验 究竟可不可以从他们的血液当中 看出吃香蕉和不吃香蕉的不同呢 他们的血液当中的甲和纳含量 有没有明显差别呢 当我发验 我们可以见到 一号战者每星血液当中 甲含量比运动之前 下降了每星0.88毫摩耳 二号战者的甲含量 下降了每星0.08毫摩耳 上臂起身 二号战者的甲含量 下降得稍微少一点 而纳含量的对比当中 一号战者每星血液当中的纳含量 上升了每星3.0毫摩耳 一号战者上升了每星3.2毫摩耳 吃了香蕉的一号战者 看下的甲上升得要多一点 从检测的数据来看的话 是不是就说明了 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吃了香蕉的会比没有吃香蕉的 在舒缓疲劳的程度上更加好一点呢 我们都是来咨询一下专家先了 医生你好 就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人体在运动以后 由于大量的出汗 揪失了甲活辣等间接纸 香蕉类刚好富含这些甲活辣等间接纸 而且香蕉里面富有糖分 人体揪失甲辣以后 会改变到肌肉收缩力下降 疲惫 吃香蕉以后补充了这些物质 可以使糖分等 迅速地展坏为能量 消耻人体疲劳 所以香蕉是 运动以后补充 人体能量和 间接纸的 好的水果 那比如说医生我个人来说不喜欢吃香蕉的话 好像我们日常的接触到这些水果 比如说什么西瓜呀 然后小番茄呀又或者是什么葡萄呀 苹果啊那些 它里面也是有这个甲跟钠的嘛 那我能不能把这些水果去代替了香蕉这样吃呢 其他的水果里面也富含有辣和甲 但是香蕉更容易消化更容易吸收 使人体的恢复更快 有研究数据显示 每100克香照当中含有330毫克钾 1.3毫克钾和29毫克尾 钾是参与人体碳水化物和蛋白质代謝的重要物质 它可以维持细胞内的正常滲透压 维持神经肌肉的应激反应和心臓的正常功能 如果人体缺失了钾 人就会反应迟活 肌肉酸痛 四肢无力 而美元素可以维持肌肉和神经系统的兴奋 令到人反应更加灵敏也有消除疲劳的效果 如果大家有关注就会知道 在各种大型运动赛事当中 总少不了见到运动员在休息的间隙吃一条香蕉 而他们的运动试食当中总会有香蕉这一行 也都可以说明香蕉确实有补充体能的作用 由此可见运动员之后吃香蕉可以缓解疲劳 这个说法是真的 而且专家还建议我们 说运动员之后可以选一些黄色一些 又或者成组一些的香蕉来吃 这样可以更加好地达到舒缓疲劳 和补充体力的作用 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和大家分享了两个小知识 一个就是观察鞋底的磨损程度 是真的可以看出我们的身体健康状况 所以说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也都要养成一个好的行务姿势 而第二就是关于我们的运动 如果说有电视机前面喜欢运动的朋友 运动完之后不妨可以吃一些香蕉来补充一下能量 今天节目时间到这里也差不多了 下期和一时我们再见了 拜拜